这节课我们来讲Word中的选择方式 首先来讲大家都知道的选择方式 我们可以把光标放在目标文本之前 然后按下鼠标拖动光标 拖动至目标文本结束的位置 松开鼠标就可以完成选择了 如果我们要选择多处分散的文本 那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只要在配合上Ctrl键再次选择就可以 下面我们来讲如何快速的选中词语段落 首先我们以英文单词为例 如果我们要选中一个英文单词 我们只要把光标放在这个单词上 双击就可以完成选择 我们再来试一下中文 我把鼠标放在应用程序这里 快速双击 那他在这里认为应用程序这四个字是一个词 我把光标放在计算机这里 双击 那就快速的选中了计算机这个词语 那双击是快速选中一个词语 那还有一个三击可以快速的选中一个段落 在段落的任意位置三击 这样就快速的选中了一个段落 我们再来试一个 那word中的文档是分行的 我们有时候可以按行进行文档的选择 如果我们把鼠标放在左侧 它会变成一个反箭头 那当出现这个符号的时候 我们单击就可以选中一行了 我们再来试一个 如果我的鼠标按住不松手呢 就可以实现多行的选择 当然你也可以配合上Ctrl键 实现不连续的按行选择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跨度很大的连续选择 那除了用最传统的方法 把光标放在目标之前 然后往下拖动之外 有没有其他更快的方法呢 当然是有的 下面我就来告诉你 我们只要在目标之前单击一下 把光标留下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滑块 快速的找到目标结束的位置 现在我们按下键盘上的Shift键不松手 然后在目标结束的位置 单击一下鼠标 就可以完成连续的选择了 如果你有一份很长的文档 那要对一部分进行跨页的连续选择 那用光标配合Shift键的选择方法是不二之选 讲到这里 我们顺便再来聊一个显示方式的问题 那现在这种默认的显示方式 它是纸张是什么样子 它又怎样显示 当我把鼠标放在两页纸中间的时候 它会告诉我们双击就可以隐藏空白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它不是一个分页的视图了 而是一个连续的文档视图 当我们把鼠标放在页面连接的位置 再次双击就可以恢复分页显示 那现在这个分页的显示方式它是纵向的 那可不可以让它红向的显示分页呢 我们可以来到视图选项卡 在这里选择多页 那这时候如果这个视图它可以融下红向的多页 那它就会显示多页 我们把显示比例调大一下 那它就会慢慢的显示两页 最后显示一页 我们还是回到选择上来 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是快速的选择相同格式的文本 举个例子来说 那现在我想选择这篇文档中 所有的这个蓝色的小标题 如何才能快速的选择呢 那当然我们可以用最传统最古老的方法 我们可以按住Ctrl键进行分散的连续选择 这个方法虽然有效 但是不够快也不够酷 那下面我就告诉你又快又酷的方法 我们可以把光标放在蓝色小标题上 然后来到开始选项卡 在选择这里找到选择格式相似的文本 那我们缩小试图来检查一下 你看是不是一键将它们全部选中了 又快又酷 最后我想给你分享一个纵向选择的小技巧 那我这里有一份歌词 我想把歌词前边的时间码给它删掉 那我又不想一行一行着删 有没有快速的方法呢 答案当然是有的 那我们把光标放在一个时间码的后边 然后按住Alt键拖一个矩形框 将它们框选起来 松开鼠标将它们删除即可 好以上就是在word当中会用到的选择方式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再见